外国人在中国做官的 在唐朝平均每个皇帝的时候 尤其前面唐朝强大的 平均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做官的外国人多达三千 多达三千 波斯人所原理官拜宰相 伊朗人在中国当宰相 高丽人高先知 当然那高丽人我们认为是 是自己的民族 韩国人认为他是韩国人 那就是韩国人 高先知是安息节度史 官居安息节度史 相当于蓝州军区司令 那样高的职务 可能大家知道的最有名的 有一个日本人 叫阿贝种马吕 他19岁来华 唐玄宗非常喜欢的 给他起汉名叫朝恒 给他起汉名叫朝恒 在中国任官 官居秘书间监政 这个秘书间监政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管管长 那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是吧 你想国家档案管管长 国家档案他管的 这都是绝密 机密 他管正四品 当时是 朝恒在中国 三十多年 娶妻生子 他儿子可能在二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才知道父亲是日本人 你可见他这个 原来我爹是日本人 日本在哪儿 我讲讲日本吧 朝恒觉得自己年事已高 就向唐玄宗辞行 唐玄宗也巨能活 向唐玄宗辞行 想回日本 唐玄宗不放 朝清归国 朕不舍的 不让他走 结果那年呢 中秋节 新庆功大雁文武 群臣赴诗 就是中秋节目赴诗 轮到这个朝恒的时候 那朝恒说 逆旅居长安 神池奈良边 三立山顶上 享右脚月圆 我人在长安 心在奈良 三立山顶上 享右脚月圆 我家乡那个山 顶上的月亮 也圆了 月亮也升起了 那月圆人团圆 在玄宗一看 你既然这么想家 那你回去吧 所以他就跟着 这个潜唐使的船 就回国了 就回国了 结果这个 他跟李白 王维 都是哥们 李白王维去送别 一一不舍 王维作诗 这个 扶桑已在渺茫中 家在扶桑 东更东 此去与君 谁更道 一传明月 一帆风 一帆风顺 此去与君 谁共道 一传明月 一帆风 朝横一出海 就遇上风了 是吧 不止一帆 是吧 不止一帆 所以消息传来 说 朝大人遇难 李白 就是哭的 哭死我了 都快 是吧 我记得 我上小学 就学过 李白的 日本朝清 雌帝都 争翻一片 绕澎湖 明月不归 陈碧海 白云 愁色 满仓湖 是吧 然后就说 他哭啊 后来消息传来 说没死 给刮到越南去了 刮到越南去了 那会儿那船 那帆船 可是什么 风一刮 感觉又没指南针 跟着感觉走啊 是吧 然后船一停一问 登陆一看 又是越南 幸亏那个 安南都户 可能 朝恒 他说明身份 我是谁 安南都户 原来您是秘书间 朝大人 赶紧给送回长安去了 绕一圈就回去了 好像朝恒 后来就终老长安 就死在中国了 反正没 终身就没能回到日本国 因为你再出海 你不定 刮印尼就麻烦了 好歹越南 当时是中国领土 还安南都户所管 你要刮印尼 那当时 那不是中国地儿的麻烦了 带着土壳给吃老年